大家好,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SKETCH R的3D繪圖 首先呢,我們在Google上面先輸入SKETCH R的Pro版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進到它的官網裡面去 然後進行下載試用版的動作 這邊呢,我們需要填上一些簡單的個資 填好之後呢,就可以下載試用版 下載需要一點時間,所以你必須要耐心等候 試用版的時間大概是一個月 你可以看到這裡寫30天 所以你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試試看SKETCH R的3D繪圖的功能 好,我們下載好之後呢,接下來我們進行安裝 快按兩下之後就開始進行安裝 然後就按照它的一個安裝程序 然後一次按就可以了 安裝好之後你會發現桌面上出現三個跟SKETCH R有關的一個新軟體的連結 所以呢,這三個就是安裝好的一個狀態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呢,只是聚焦在SKETCH R 2018的這個 icon上 那我們就把這個軟體打開 打開之後呢,選選你所需要的範本 那在這裡呢,我們的範本選擇公尺 因為我們可能要畫的是房子 那我們以台灣比較常見的單位公尺來做為我們的範本 然後就開始使用 接下來我們就進到它的操作畫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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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選擇SYZ的圓點 往旁邊拖翼畫好一個矩形 接著用環繞工具把它改變一點點位置 然後選擇這個面積的推拉工具 它就可以往上推拉出一個矩形的一個樣子 接著呢,我們就可以用鉛筆的功能 在這個線上面做移動的動作 你可以發現在它移動的時候呢 移動到這條線的終點的時候 它的顏色會變成藍色 當它變成藍色的圓點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選擇這個圓點 一直到對面的圓點 然後把它選擇起來變成是一個 終點相接的一個線的樣子 接著呢,我們再選擇這個移動工具 這個移動工具呢,是專門可以移動線條 或者是移動3D的一個地體圖 或者是元件的一個移動工具 所以呢,當我們要選擇這個線可以往上拉的時候 我們就要選擇這個移動工具 同樣我們選擇到終點的地方 按住Shift鍵,讓它往上拉 Shift鍵的功能呢,在於它可以跟SYZ軸互相平行 所以呢,它就會產生一條被我們推拉的線呢 拉出來的這個線條呢,的一個角度 是跟這個藍色的這一條走勢 互相平行的齁 好,接著呢,我們繼續齁 用這個推拉面積的工具齁 把我們要的一個房子的屋簷 往上面推拉一點一點 然後呢,再用這個鉛筆的功能 把這兩條線接起來 然後再用橡皮擦 把不需要的線條刪除 換個角度也是一樣齁 當然啦,如果你要更精密一點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輸入數字的方式 來讓它左右產生一個完全對稱的一個角度 也是可以的齁 那一樣,屋簷我們再讓它往旁邊垂一點點 所以我們再用推拉工具 把這個屋簷往外推拉一點點出來 這樣子房子的一個雛形就出來了齁 接著呢,我們再用圓形工具 簡單的在這個地方畫出一個圓形的一個窗戶 然後我們要介紹的呢 是這個偏移工具 這個偏移工具呢 能夠簡單的複製出類似的一個圖形齁 就好了齁 所以這就是這個偏移工具 它可以複製 類似的相互的一個形狀齁 同樣的我們可以選這個比較複雜的齁 像說我們選的是這個 有沒有,它一樣可以複製出 比較複雜的這個房子的一個形狀齁 好,接下來呢,我們可以再把這個 輕輕的推或者是往裡面推都可以齁 往外推,往裡面推都可以齁 那就可以做出一個很特殊的一個 窗戶的一個形狀齁 同樣的齁 這個東西我們也可以輕輕往外推 或者是往裡面推都可以齁 就看你的需求是什麼 你都可以試著去玩玩看齁 我們的房子蓋好了齁 我們先把它移到旁邊去 在這裡呢齁 給所有剛剛學習完 3D繪圖的同學 一個比較良心的建議齁 剛開始畫圖形的時候呢 最好盡量都是從S1Z軸的原點開始畫 這樣你才不容易在空間裡面迷失齁 我們先把這一棟房子 選擇這個移動工具 按住SHIFT鍵 把它依照 跟紅色線的方向 移動到比較遠的旁邊去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來進行 其他的功能的介紹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如何 叫出元件齁 那在右邊這個 元件的一個 工具列的地方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這個地方 選取一個我們想要的 一個3D的元件 如果你不想很辛苦的話 甚至可以在這邊直接用搜尋 它就會直接連接到 網路上面去 然後從3D Warehouse這個網站 一個3D的一個物件出來 那我這裡 我們從這個3D的元件呢 選擇任何一個我們想要的形狀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拖曳進來 拖曳進來之後呢 如果這個尺寸呢 不是你很想要的一個尺寸 你就可以選擇 這一個比例工具 然後你可以發現它有 不同的綠色的 放塊出現 那這就表示呢 你可以改變它的一個 大小跟形狀 那你就只要有綠色的 一個點的地方 都是你可以改變的 選好之後你就可以移到 任何你想要的一個位置 比方說我把它移到這邊來好了 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一個比例工具 那不是所有的3D的元件 都可以去操作 這麼多個綠色 有的是完全不能夠操作的 就看你選取的那個比例工具 它的格點有幾個來決定 它可以變換哪幾種不同的長寬 或者是厚度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畫一個球型 選擇圓形工具 然後一樣從原點開始 然後往旁邊拖曳 那我們要用兩個圓形 再畫一個圓 跟它互相垂直 那我們就兩個互相垂直 而且同圓形的兩個圓 那要畫一個球型呢 我們會用到的工具叫做 入鏡跟隨 入鏡跟隨這個功能鍵的操作呢 是先選擇入鏡 然後再選擇跟隨物 所以呢 我們今天是大圓 然後繞著這個小圓一圈 所以我們的入鏡是這個小圓 然後它就可以變成一個球型 所以入鏡跟隨先選取入鏡 是這個小圓 再按入鏡跟隨 鍵選取大圓 這樣就畫好這個球型的一個物件了 這是我們今天的第三個任務 為了讓大家更了解 入鏡跟隨的一個意涵呢 我們再操作一次給大家看 我們先畫一個矩形 沿著這個短點的地方 畫好一個矩形 你可以看到 它是跟這個防止相連 而且互相垂直這個 綠紅的一個平面的 我們一樣先選擇 我們的路徑 按入Shift鍵 選擇這一條 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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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這一條線 然後再按加路徑跟隨 選擇我們要跟隨的 它就畫好整個下面的這個方框了 而且是依照我們剛剛畫的這個 所以你會用這個路徑跟隨的時候 很方便你去做很多個 你想設計的一個圖案 如果你單就要畫旁邊這個框框是很辛苦 可是有這個跟隨鍵的話 你就可以輕鬆不少 那這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推拉面積以及移動3D圖形 或者移動點或者是移動線 以及比例工具 我們用來調整這個3D圖形的比例 還有這個偏移工具 我們用來畫出一個像式的一個圖形 以及這個路徑跟隨鍵 它可以幫助你輕鬆很多畫出 你想要沿著一個物件 所畫出來的一個圖案 那我們今天的Sketch就先介紹到這裡為止 謝謝你的欣賞 我們先來畫出一個圖案 我們先去畫大廊 我們先畫大廊 然後我們先畫大廊 我們先畫大廊 都可以畫大廊 我們先畫大廊 我們先畫大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